我们好铺好,你们可以买去,好吗? 好,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这个就是点评,这个属于点评 他们当地喝茶要加糖 我刚来加了两勺了 加两勺感觉味道怪怪的 如果你要说里面加两片柠檬,感觉柠檬茶还可以 但是这个茶加完糖以后,好像没有茶的味道了 说不好,原来就说不好,什么感觉 加完糖的,红茶 口感还可以 加完糖以后,感觉本身那个苦涩的味道给眼带着一点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茶的味道了 好像,就像饮料一样,茶饮料,好像是,甜品 没有茶的香味的感觉,就是甜味的 本来想买一点绿茶 但是他说要尝绿茶需要250块钱 你说我也够250的了,反正要了一包 我以为是闪的呗,是大叶茶呗 那我拿来一包,睡茶 这什么味道都没有,刚刚还不好 我还不当不好吗 我就是想要扫过 但是他往上拿一包睡的 那能好吗,这东西是吧 我把它叫过来了,我告诉我换一下 我说四两卡红茶好 但是我刚才看一下那绿茶不错 绿茶挺好吃的 等着完,等着完看一下 绿茶 这个我就不喝了,这个实在喝别人 这就是我们酒店送的茶一包里 这个250块钱,这个有点太 你就是个250 就是250 就是250,是吧 吃完茶了,那个250也付了 但是茶就不买了吧 因为刚才尝了一下 他们这卖茶方式我感觉不对 跟我们国内卖茶方式差距太大了 我们国内都是把最好的茶给你,让你试 他就让你尝好了 如果你尝好的话你可以买吧 是吧,这边呢只是把那个 就是最简单的那个茶 最不好的茶,让你们尝一下 那尝完了 你说我们还能买吗 这茶感觉 是吧 你们应该把最好的茶给我们品尝 品尝好了 我们肯定要买嘛 是吧 这我就搞不懂了 这是可能是每个国家不同 销售关键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其实刚才闻的味道非常不错 我们真想买一点 但是 就是 250块钱 买一个睡茶包 就酒店送的那种 跟利顿感觉一模一样的感觉 我感觉太不值了吧 那些我都有啊 是吧 我们住酒店 都送的东西 他给我们拿出来 就让我们感觉非常失望 所以就不买了 嗯 其实就这样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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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